基层收费上路之后 国道三号的关系到白河 将会一口气从160元涨到244元 足足多了84块钱 尤其中部地区也因为呢 原本是没有收费站的 现在用里程计算得要多缴费 由台中立委忍不住抱怨吃亏了 但交通部长回应 走多少付多少 用路人自己会找到出路 国道基层收费年底就要上路 不少民众连忙去装e-tag 就怕上了国道不方便 但立委质疑 明明没装也能上高速公路 但高工局却鼓励拥路人装e-tag 甚至还有折扣 立委提案通过 要高工局删除九折优惠 公路法第24条 再一再地跟你们讲 不能够差别待遇 不能够有装e-tc的就有折扣 没有装的就没有折扣 这不是图立远通是什么 除责方式才不会有待账的问题 那目前在回溯票也是一种除责 高工局还在研议评估是否删除优惠 另一方面远通电收和高工局 为了违约罚款互打官司 还有立委提案要把电子收费收回 从BOT改回国有制 继承收费还没实施 立委就意见多多 从继次改为继承 也有不少苦主路段 像是原本免费的国道三号 大甲中心路段 一口气得多负担48元 让台中立委向交通部长报区 未来可能你们新方案之后 我的了解可能台中附近 是最吃亏的 有些地方可能会比较便宜 可是我们中部的人是会因为新制度的时候 会要交更多的钱 到时候我觉得先上路之后 过了一两年之后 用路人自然会找出他的出路 高工局建议不想花钱的民众 可以选择替代道路 继承收费上路后 负担加重的路段都是国道三号 最大苦主就是关西到白河段 从160元增加到244元 增加80多块 相反领口到五堵 则是省了64元 是继承上路后赚最多的路段 上路的民众可利用高工局网站试算 掌握用路费